大家好,我是陶学长 今天咱们来说日本单美剧 Live线上的我们 本期就是大结局了 上集说到阿周为了追寻正确的人生 转头就和小雪结婚 另一边分手后 东东来到gay吧买醉 看到长得好看又独自一人的东东 很快就有人行动起来 好巧不巧 对方抽的烟和阿周一样 这勾起了东东的某些回忆 画面一转 阿周下班回到家 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然而一切都和阿周一样 迎接他的人不再是东东了 此时的东东正在和gay吧里的人 拥吻在一起 只是到了关键时刻 他还是接受不了这件事 推开对方跑走了 有一天下班后 阿周来到一家酒吧 面对小雪打来的电话 他面色坦然的撒谎 说自己在加班 随后阿周就这么干坐着 回想和东东的相处 一直坐到了人家店打烟 烟灰缸里都是他抽完的烟 酒吧打烟后 阿周又来到公园坐着 这个公园也有他和东东的回忆 那时候他看周梅人 偷偷坐在翘翘板上 想感受一下 没想到被东东转个正着 正当阿周觉得不好意思 准备走时 东东来到翘翘板上 求阿周陪他玩一会儿 就这样两人像个孩子一样 玩了好一会儿翘翘板 那时候 并肩回家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画面一转 就只剩阿周一个人 赶坐在公园了 阿周迟迟没有回家 小雪又给他发了信息 然而某渣男嘴上说着要回家 实际就这么在公园坐到了天亮 看着缓缓升起的朝阳 阿周又想起海边那天 东东帮他找到打火机时 他的心头顿时涌上了许多爱意 然而发现这些爱之后 阿周就踩下刹车 没等到阿周回家 小雪就这么趴在桌子上睡了一夜 看到这样的小雪 阿周也不忍心在欺骗他 于是俩人坐在桌前 阿周坦白了一切 得知真相后 小雪扇了阿周一巴掌 不是学长说 就这也太轻了吧 怎么的也得来一个左右开工 多删几下啊 32岁结婚 33岁就离婚了 感觉这里还挺有教育意义 有时候一味追求别人所谓的正确 反而会让自己的生活一团糟 咱们也没有必要去管别人怎么着 自己的生活 当然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和小雪离婚后 阿周准备回家把这件事情告诉父母 没想到母亲说 现在家里已经一团乱 原来是姐姐小彤带回来一个印度男友 母亲怎么也不同意他们俩的国际婚姻 母亲劝说小彤时 阿周发现自己对东东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原来无形之中 他已经被母亲影响了 就在母亲拿阿周结婚举例时 阿周再也忍不住了 就是因为母亲口中所谓平凡的幸福 害他丢掉了真正的幸福 接着阿周一口气把他离婚和喜欢东东的事都说了出来 母亲一时间愣住了 相信这时他一定觉得小彤和外国人结婚不算什么大事 就在阿周准备离开时 一直沉默的父亲突然出眼鼓励了他 怎么觉得父亲也有一段故事呢 这之后阿周鼓起勇气给东东打电话 然而东东已经注销了原来的号码 和东东合作的甲方倒是有他的联系方式 但没人愿意告诉阿周 一转眼就过去了三年 36岁的阿周依然没有找到东东 但是这天逛街时他偶然看到了当年那张极光海报 看到海报后阿周当即决定踏上旅途 就这样他跟车来到了目的地 看到极光不说还看到了别的小情侣秀恩爱 就在阿周走神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 没错那个人就是东东 终于找到东东 阿周说什么也不愿意放开 哪怕被东东打了两拳也要追上去抱住他 不管东东怎么挣扎他都抱得死紧 最后东东放弃了抵抗 因为他心里也还有阿周 在阿周的疯狂道歉下 两人终于破镜重远 在极光下稳在一起 故事的最后阿周一家接受了东东 小雪也找到了新的幸福 总体来说这部剧一点都不拖沓 与漫画也没有太大的改动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对这部剧的看法 记得订阅陶西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咯